违规游泳代价可不少 基隆外木山海星游泳池呢 现在正在进行改建工程 不过呢却频频有游客无视告示牌 擅自跑进去游泳 昨天海巡就开出了第一张罚单了三万元 算一算呢这名男子呢 他游了半个小时等于一分钟挨罚一千元 一名男子穿泳裤戴着泳帽 在基隆外木山海星游泳池 悠闲游着挖室很自在 但一旁的施工人员看了紧张的不得了 赶紧叫上岸 因为明明是施工封闭 其到处钢筋裸露 而男子的下场就是 当场被海巡人员开出一张三万元罚单 这三万元代价真的很大 二十六号早上七点多 他违规闯入工地游泳 游了半个小时立刻被抓包挨罚三万块 但于每一分钟就付出一千元惨痛代价 市府会来硬的也是迫于无奈 因为早就公告海星游池封闭整修至十二月 擅自闯入会开罚 但总是有人无视于公告 未来如果说有民众反映 提供任何的检举的影片或照片 我们都会请警察单位协助调查这个个资 这回男子下水游半个小时就被逮个正着 第一时间还想装没事离开 市府开出施工后第一张罚单 就判这三万块能让他寄取教训 记者蔡志恒记录报道